大家好,我是一华 怎么样才能做出奶白色的鸡鱼汤呢? 今天就把简单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我今天选的是两条野生的鸡鱼 没有野生的鸡鱼也没关系 同样也可以做出漂亮的鸡鱼汤 首先将鱼鳞刮干净 如果是水制好养出来的鱼 不管鱼鳞也没关系 然后用剪刀从腹部剪开 去除里面的肋脏 剪的时候要握紧 防止打滑,伤到自己 然后要把鱼鳝也把它弄干净 用流动的清水将里面的黑膜刮掉 清理干净的鱼放在蒸绑上 用稀油纸巾将鱼擦洗干净 表面无血水 煮出来的鱼汤还会更奶白 而且不会炸锅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一厘米左右的块 再把它切成片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豆腐 也把它贴成一厘米左右的片 切好装入碗中备用 煎鱼的时候锅一定要洗干净 加入适当的油 再撒入一点食盐 转转一下让盐丰富均匀 油热后下入鲸鱼煎 煎至底部定型可以旋动下锅让其受热均匀 煎至一面金黄后翻过来煎另一面 同样的方法底部定型后可以任意翻动 煎至两面金黄后倒入适当的白开水 记住一定要用白开水 这样使鱼汤更加奶白 鱼肉也变得更鲜嫩 放入几片生姜 扣上锅盖 小火焖八分钟 时间到了 这个时候的鱼汤已经很白了 再放入刚才切好的豆腐 将豆腐封散开来 浸到鱼汤里面煮开 煮一倒两分钟后撒入枸杞 既增加了营养 又顶缀了颜色 非常漂亮 最后再拧点胡椒粉 一道鲜美又奶白的 鸡鱼汤就做好了 汤色浓稠 跟牛奶一样白 鱼肉鲜美 豆腐滑嫩 枸杞还可以滋饮补肾 按照我的方法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 并转发哦 给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见